- 各位我是Paul, 周到周五英文基督 我其實一點也沒有喜歡這個T姆 但我是覺得應景一下坐一下 鬼悅嗎 朋友跟我講那個咒 不看,打死不看 我最後一次看了鬼片 叫做《屍意》 《屍體的屍、灰意的意》 無抗人言的 看完之後 我是透過指的風把它看了 那邀我去看了幾個女生朋友 反正他們堅持要我去 我就說打死不看鬼片 他說不行不行 你說不看我們就一定要你看 硬拖著我去 然後做好了以後 就是邀我去邀得最用力的那一個 我就抓著他的手 等到電影結束的時候 他的手已經沒有捏爆了 然後總之這樣指縫看 然後縮在那個椅子上看 我講這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我他媽就是怕鬼片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只要眼睛一閉上 我就覺得那鬼心娘站在我窗邊 所以我那段時間 必須要天亮才睡得著 我看到太陽從窗戶那邊 我也發出光亮 我就覺得天亮了可以睡了 然後我在極累的狀況下睡著 所以也就變成我現在日夜就顛倒了 日夜顛倒乖在鬼片上 也不是我本來就是喜歡熬夜的人 可那時候就加重了我熬夜 一定熬到天亮了才有辦法睡著的狀態 總之啊我那時候就發了一個事 那就是我最後一部鬼片 我這輩子要是 我這輩子寧願再婚 我也不要再看另外一部鬼片 OK I would rather get re-married than watch another scary movie again 那目前我有做好這個 謹守這個承諾 我的確從那一片之後 沒有看過任何鬼片 I'm freaking proud of myself 為什麼講這個 他分享了一下白癡的故事 so back here 為什麼我們要硬經 或者我們用什麼來硬經呢 就是鬼越硬經 我們講一下這個 一些下榻旅館的時候 的一些迷信跟禁忌 所以superstition這個詞就是迷信 所以這邊講了八個 hotel room superstitions to practice for peaceful night's sleep 所以這個一夜好眠 我記得Anita曾經有問過 一夜好眠要怎麼說 所以是 你可以說是 a good sleep 其實是一個OK的 I need a good sleep 也沒問題 a good night's sleep 也是正確的用法 OK 所以你不用把它說成 good sleep for a night 不用那麼囉唆 a good night's sleep OK 那這種所有格的用法 其實還蠻違反英文的 那個所有格的一個邏輯的 因為我們知道沒有人 沒有生命的東西的所有物 多半都是off 例如說這張桌子的桌角 the legs of a table the legs of a chair 你比較不會說the chair's legs the legs of a chair之類的 可是講到時間的觀念的時候 往往是用這種所有格 就是EPS的所有格 舉另外一個例子 Pittos有一首歌叫做 就是我辛苦了一天的工作 我應該值得可以好好的睡覺 睡得像個木頭一樣 所以有一個expression 叫做睡得像個木頭一樣 這其實就是在Pittos的歌裡面出現過的 那這首歌的歌名叫做 A Hard Day's Night 你有一個很艱苦的一天 A Hard Day 它的EPS加個night 所以這首歌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I ha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今天工作的天很辛苦 然後到晚上了 那我今天一直工作得像個狗一樣 I ha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然後再唱一次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I should be sleeping like a log 所以我應該睡覺睡得像個木頭一樣 什麼叫睡得像個木頭一樣 你有沒有嘗試過你很累很累 躺下去睡 結果睡下去的姿勢是這樣 醒來之後姿勢還是這樣 然後你就撈枕了 所以睡得像個木頭一樣 就是睡得動也不動 像個木頭 醒來之後姿勢相同 所以睡得跟木頭一樣 所以Pittos裡面有過一個歌詞 所以我們的重點還是 一個辛苦工作的一天的晚上 那個的晚上的 竟然是這種所有歌 我們以前也講過 像我們說申請工作的時候 說你在服務業有過三年的工作經驗 我們並不會說 3 years of experience 這個太囉嗦了 你直接說3 years experience 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種三年的經驗 這個得的部分是這種所有歌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這是一個英文中 似乎有點自打臉的地方 好我們不是要講這個 講了半天 我們其實要講八個hotel的superstitions 可以讓你得到一個peaceful night's sleep Alright 他這個人寫作的方式我覺得不錯 他用了很多的有趣的成語在裡面 正好是我們學英文的人還蠻需要的 好開頭看下去 Your year and holiday plans have been firmed up 所以你的這個年終的這個度假計劃已經確認了 所以這個年終叫year end 就是一個符合形容詞 年尾的年末的 所以像我們的那種尾牙之類的 其實都可以叫做year end I don't know banquet year end party 工作的公司的聚會有時候叫function 所以year end function也是ok的 正好講一下function這個字 也可以是公司的聚會 ok 通常就一定是公司的 也不一定 加個夸號好了 就比較正式場合之類的 就可以是那種正式場合的聚會好了 這樣可能好一點點 不一定是公司的 這樣好anyway You have chosen an inconspicuous hotel in downtown Bangkok 你選了一個不太顯眼的hotel 在曼谷的這個市中心 inconspicuous 不顯眼的 所以把in拿掉就顯眼嗎 yeah that's right 所以inconspicuous跟conspicuous 就是相反的兩個字 but a couple of clicks on tripadvisor show how tired and poorly maintained the rooms are 所以但是你點了一下這個 有一個網站叫做tripadvisor 從事就是那種旅遊的那種評分網站 trip就可以是旅遊 advise是建議 advisor建議的人 好anyway 那他就秀出了這些 他這些房間打理的保養的不太好 所以tired and poorly poorly maintained the rooms are 所以是poorly maintained 維持的不好 maybe the hotel is just run down or perhaps there's something more to it than meets the eye 這一句我覺得真的是寫的 可以學到點什麼 所以或許這個hotel就只是run down 什麼是run down 我們可能以前在看電視節目的時候 常聽過run down這個詞 我們這個節目 今天的run down是什麼 第一個廣告前是講什麼 廣告回來後講什麼 然後再來介紹什麼特別來賓出來 that's a show's run down 可是run down還有另外一些意思 像這邊說的 especially of a building or area 特別講到如果是一個建築 或者一個社區區域的時候 in a poor or neglected state after having been prosperous 所以也就是 在富力堂皇過後 他就慢慢的沒落了 所以他就在一個處於poor的 糟糕的或者是一個被忽視掉的一個狀態 好比說台北的灣灣區 或者是一些比較老區這樣子 我以前住的地方 濱江國菜市場那一帶 就算是台北的比較老區了 就捷運根本不會走到那邊去 而最近的就只是鹹天宮站 或者是中山國中站 我記得 這是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濱江國菜市場那一帶 所以你就可以說那個地方 比較run down了一點點 說run down好像也 並不是很精準 因為他也沒有prosperous過就是了 好啦 Anyway 所以這裡說 或許這個hotel 就只是run down了一點 但也有可能 or perhaps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剛剛跳過的沒講 就是你處於一個很疲勞的狀態 不太OK的狀態 特別是當你工作得很辛苦的時候 所以especially through overwork 所以你可以說你這個人很run down so 他今天怎麼了 他工作了18個小時 so it's normal that he looks pretty run down 所以這個 if somebody looks run down 就是他看起來 不是被人家跑下去什麼之類的 總之不要從字面上去理解這個字的意思 Anyway 那後來他就說了 或者也可能是 or perhaps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to it than meets the eye 所以這個片語more than meets the eye 其實這已經這個片語已經OK了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什麼意思 就是there is more to something than there appears to be at first 所以你剛看到他你覺得 嗯這個人看起來像貓堂堂的似乎就這樣子 但是他內心是可能住著一個魔鬼或之類的 好他是個連續殺人犯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看不出來的 第一眼看不出來 so so there i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有關這個人 那那個有關這個人塞哪裡 塞在more這個字的後面 so there is more to him than meets the eye 所以我今天這個人名字叫jack there is more to jack than meets the eye 所以jack這個人有更多 多到超過了這個我們眼睛能看得到的 所以meets the eye meet到我們的眼睛 這樣文字上的解釋似乎蠻多餘的 但你大概聽懂了 ok 好那你也可以說我們今天遇到一個處境 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複雜 there is more to this situation than meets the eye 也可以的 所以這裡to後面接的不見得一定是人 也可能可以是事情 所以這裡才說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to it it是什麼 the hotel than meets the eye 聽懂了 too late for you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without a hefty cancellation fee and the ghostbusters have long retired 蠻可愛的 所以太遲了 你沒有辦法來cancel這個reservation 因為 否則你會罰一筆錢 所以你懂嗎 所以要是你入住前24小時給人家cancel 可能就是有罰錢 所以罰一大筆錢 那個一大筆 我們常用的是hefty這個字 所以a hefty fine a hefty fee 大家可以這樣子說 我們就比較不會hefty cost 我覺得cost是蠻 比較少跟這個字接在一起的一個詞 但是fine是絕對有的 法緩我的意思是 所以hefty fine常聽得到 cost真的不行嗎 我可能比較少聽到 或許不能 我可能講太快 或許還是ok的 或者hefty fee之類的 大概可以這樣子用 好 成本的人不能嗎 anyway來我們先看下去 然後下一句說的是 the ghostbusters have long retired 以前有個電影叫魔鬼克星 魔鬼克星就抓鬼的 那英文就叫做ghostbusters 他們已經退休了 因為這電影很久了 所以就算有鬼不能來幫你了 哈哈哈哈 電影的笑話 那這個網站 或者這個寫作的人 其實事實上是馬來西亞人 那馬來西亞有這麼一個 叫做pentang的一個詞 so if you're the pentang type 那我當然不懂是什麼 所以他後面很貼心的誇號 說了superstitious 所以你如果是迷信的人 the pentang type 所以現在有幾個亞洲的 popular的亞洲的hotel room 的superstation 他們有聽說過 然後現在 接下來就是介紹一下下 其實我們就很快走過去 後面的部分我大概沒有說 非常多需要講的東西 好像也不少就是 好了來講下去 第一個 第一個說的是 always knock before entering your room 很多人我知道都會這個 即便你現在是要去check in 那你應該蠻肯定 裡面連打掃的人都離開了 可是我們一般人還是會coco一下 以免如果裡面有東西的話 你coco一下 它至少就會走了 大概是這樣子吧 好我們很快說一下 it's all about basic courtesy and manners 所以courtesy跟manners 都可以被理解為禮貌 OK 理解禮貌 所以基本的courtesy 基本的manners 要加s 如果不加s的話 會變成是做事情的方式 so you do this in a fashionable manner you do this in a slow manner 什麼什麼manner 這樣子 方式 好 那所以 我現在還想多講一個字 有關禮貌這個字 禮貌還有一個字叫做etiquette 多半講的可能是像餐桌禮儀之類的 我們會用這個字 etiquette 好 多看一個字 so would you walk into your boss's office without knocking on the door 你會走進你老闆的房間不敲門嗎 當然會吧 so likewise for hotel room just signal that you're about to enter by knocking or ringing the doorbell to let whoever is inside know that you're coming in 好所以你就敲敲一下 讓那個不管裡面有誰 那個人是誰 都可以讓他知道你要進來了 perhaps they'll get out 或許他們就會走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象徵性的 有禮貌的行為 這個行為 這裡用的是gesture 這個字用得非常好 so it's just a symbolic respectful gesture that requires no effort no effort else ok you might have some company at night 這個else其實我剛唸的有點不對 requires no effort else you might have some company at night 所以這個else大概被理解為是否則 所以這是一個again symbolic 象徵性的respectful尊重的gesture 講的是行為舉止 舉動 象徵性的有禮貌的舉動 it's a symbolic respectful gesture 而他沒有需要任何的努力 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吧 that requires no effort else you might have some company at night 否則你可能晚上有人要陪你了 ok 好 甚至他可能 他還補充你可能得說一些話 啊我要進來了 我沒有要對你做什麼 so you can follow up with a simple phrase like I'm coming in I come in peace and mean no harm just to reassure yourself more fine 第二點 let there be light 所以把燈打開 或者說讓陽光照進來 so light is the symbol of life so after entering the room switch on all the lights and draw the curtains to allow as much light into the room 還把窗簾拉開 and draw the curtains 來允許陽光進來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sunset之後 才check in的時候 if you are checking in if you are checking in after sunset just make do with turning on the room lights 所以你就乾脆make do with what 把房間燈都打開 什麼叫make do 我們好久以前也說過 甚至這是高中的指考題目 我記得好像是大概去年吧 應該是不對 不止了 可能是前年了 那所以什麼是make do 就是湊合著 因為你如果是sunset 就太陽下山後 才check in的時候 沒有日光對吧 那你還是把房間的燈都打開 就將就著 把房間燈都開一下 點亮你的房子 so make do 就是湊合將就著 ok 那後面傑西斯可以接的是with so make do with turning on all the room lights 這樣子 好 就讓你的存在讓那個人知道 這樣那沒問題 好 所以這個大概這一點就可以了 下一個flush the toilet 沖馬桶 幹嘛呢 so it is said to be another way to flush away the room of whatever is still there 所以就是把在目前存在的東西給他沖掉了 沖馬桶 我其實沒聽過這個 那另外從一個比較實際面的角度來看 說不定真的很倒楣 那個打掃的人竟然忘了把馬桶沖掉 好 裡面有禮物的時候 所以這裡說 for practical purposes also sometimes the previous occupant dropping a deuce and somehow housekeeping has overlooked it as well 好 機會不太高 但who knows right 所以previous occupant occupant就是occupy是佔據 所以前一個佔據這個房間的人 就前一個房客 drop a deuce 就是大便 ok 你當然可以講take a shit 可是這個是網路上文章 它可能是刊載在一些什麼東西上的 我們就不能用shit這個字 ok 那你可能想說 老師我在托福裡看過defecate這個字 因為你可能學過phesis這個字也是糞便 所以defecate就是它的動詞 不過一般不會拿這個動詞出來隨便用在 這個字太正式了 出在學術文章裡面比較可能 所以你在一個雜誌裡看到的時候 喔托福這個字 好像誇張的點 所以我們這裡大概不需要用到defecate drop a deuce很好 或者你講took number two 好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wo就是大便 好可以了 結果我自己一直講大便這兩個字 好像一點都沒有在覺得怎樣 無所謂 來下一個 第四點 occupy all beds 剛才講過occupy佔據 佔據所有的床 有多少床就把它佔幾張起來 所以要是你今天是自己在travel 結果被放在一個雙人房 四人房好了 四人房肯定兩張床對不對 so do this when you are traveling along and have been allocated a room with twin beds 所以twin beds兩張床 make sure the unused bed is occupied by dumping your luggage on it 所以你要確保那個沒有用的床 是有被佔據的 藉由什麼方法呢 就把你說的luggage丟在那上面 mess it up peelage the pillows and build up your own pillow fortress 就把你隔壁那一張床的一枕頭全部拿起來 然後在你的這一張床上蓋起一個枕頭城堡 所以peelage這個字就掠奪 所以兩張床掠奪其中一張所有的枕頭 這樣子 也不錯 事實上枕頭一個人在睡覺的時候 補一下這個冷知識 你不應該只有頭上一個枕頭 左右最好都可以再多擺一顆 你說幹嘛雙槍俠 兩隻手各拿一隻槍的概念 我真的是 兩邊各有一個枕頭的時候 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腿就可以去夾住那個枕頭 那夾在你的膝蓋中間的時候 讓你的那個spine 你的脊椎骨可以比較平直一點點 這個是有一些那種醫生或者是物理治療師 都會建議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也是這樣睡的 所以建議大家怎麼睡 gives you a better night's sleep better night's sleep 你還記得前面講到所有歌 好 所以這個就是來signal說這張床有人睡囉 所以你就不會有一些這個沒有邀請自來的一些company 或是companion so you don't have uninvited sleeping companions for the night yeah all right 下一個 don't sleep facing the mirror 所以不要睡的時候面對鏡子 那這個也是 我媽在安排她的臥房的這個擺設的時候也很強調這一點 那我們一般相信鏡子可能是通往另外一個次元的一個隧道之類的 或者一個窗口 所以這裡英文說的是 It is believed that mirrors are a portal to another dimension and absorb life energy and probably your soul as well 說得好誇張 但反正是superstation嘛 我們把它講清楚 鏡子這個字 我又很想多跟同學講一下就發音的部分 你知道嗎 沒有那麼難念 你先把me念出來 me 後面的ror就會有人開始舌頭不斷的打結 roar mirror 那不是 你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耳朵的耳把它讀下去 所以me er 就好了 連在一起 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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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不用把它唸成mirror mirror我都不知道怎麼 難道是這樣嗎 me mirror what the hell right 不對 OK mir mir 就可以了 就像我們講說那個鋼鐵人的鋼鐵這個字 你只要講到I Earn 就可以了 但因為這邊有一個鼻音的N結尾 所以就是I earn 你的舌頭要貼天的話把你 earn 那個N結尾要N貼上去 但是mirror沒有 就是mirror mirror 所以舌頭結尾的時候就是捲起來的 不用貼天花板 mirror mirror 自己看看你的鏡子裡 你是一個多醜陋的人 說人家醜陋乖乖的 看鏡子裡的自己 哭成這個樣子 分手就分手 沒什麼了不起 so look look at yourself in the mirror look at yourself in the mirror 所以看看你自己在鏡子中的狀態 look at yourself in the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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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mirror OK了 下一個我們再往下看的是 他要說的是 throw your footwear around What the heck 這我還真不知道 把你的鞋子 踢來踢去的 OK 為什麼要呢 所以這邊你如果是強迫症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這個我辦不到 因為很多人強迫症鞋子要擺好好的 可是他這邊說的是 好我們讀一下 所以他說 the obsessive compulsive camp I hate this obsessive compulsive就是 強迫症 obsess是對見是著迷 compulsive就是強迫 做什麼事情 so obsessive compulsive 通常還加一個d disorder 所以OCD合在一起 我也打一下好了 OCD就是強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所以這樣的人可能就會覺得 你跟我說什麼 鞋子亂丟我說不了 下一個說的 by having your shoes arranged neatly side by side it allows the supposed phantom beam to easily walk into your shoes and locate you like a compass sure 所以你藉由把鞋子排得很好的時候 擺得好好的 你就會讓那個fantom很容易就 穿進你的鞋子裡 然後以後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你 所以說不定你就會被他上身了 so extreme cases will lead to possession 這個possession就是鬼上身 雖然possess的意思是擁有 那鬼上身就是鬼擁有你 還蠻說得通的對不對 好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鞋子 貼來貼去沒有關係 不要把它擺太好放在那邊 好 好那下一點是avoid rooms near the fire exit 所以fire exit就是那個防火箱 OK 防火逃生出口 所以你要躲開 在這個逃生出口的房間 不要在那附近 為什麼呢 他這裡說的 我講簡單一點 就是一些這些靈體很容易去聚集在那個地方 OK 因為那個防火的地方 基本上是真的比較少人在去的 so there is little human traffic apart from your neighbors and the daily chambermaid 所以就是每天打掃工 可能才會去經過一下那個fire exit 所以一般的房客可能電梯附近呢 人最多 所以人氣最少的是那個地方 so with little public presence spirits tend to congregate in these areas 所以congregate這個字就可以是聚集的意思 事實上像教會 教會的那個會眾 假設這個教會有120個會眾 每個禮拜都固定來聚會 這就是這個教會的congregation 所以他用名詞來說這件事情 the congregation of a church churchgoers 好這樣就聽懂了 那最後 最後事實上是我唯一記得的一個規則 就是如果說聖經 如果說 突然直接就破題了聖經 如果說這個房子裡面 屋子裡面有一本聖經的話 那我以前是聽說 他應該要被好好的 就是呈現一個 蓋起來的 沒有被打開的狀態 放在他的那個書桌抽屜裡 所以我以前聽說 要是打開發現它是 打開抽屜發現它是開著的的話 你就要換房間了 因為會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會有人 沒有把聖經合起來 那在看的 在讀的可能就不是正常的東西 我們讀一下他這裡說什麼 in many international chain hotels you'll probably find a copy of the Bible in the drawer by the bedside yeah ok 所以 a copy of the Bible 是我這邊想講的一個點 我們講說中文的一本什麼什麼東西 一本書嘛對吧 那一本書的本要怎麼說 他們單位詞 有的 有的 一顆一片一個三小 不見得有單位詞 像例如說一顆蘋果就是an apple 一顆橘子就是an orange 所以它沒有一顆的那個單位詞 可是一片的有 a piece of something 這個你懂 那一本書你會說 那不就a book嗎 This is a book 我們小時候就學會對不對 可是其實 書是有 像如果說我這邊有一本 我們想想誰寫的好了 我這邊有一本哈利波特好了 那你這裡不會說 這裡就是this is a harry potter 對吧 你可以說this is a book 可是你不可以說this is a harry potter 聽起來蠻奇怪的 所以你要說這是一本哈利波特 那怎麼辦 copy這個字 所以就在這裡了 一本書的本 就是a copy of the book OK 其實也不是多難的詞 但總之 你可能講說copy不是拷貝嗎 沒錯啊 書上那邊把這本書重複做拷貝 所以每一本都是一個拷貝 還蠻合理的吧 so you find a copy of the bible in a drawer 好可以 所以 所以除非這本書是有打開 否則你就不用擔心 所以這裡說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nothing much to worry about unless it's already open to a specific page yeah OK 所以除非它有翻到某一頁 否則你是不用擔心的 那翻到某一頁你就要擔心嗎 yeah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 你就換房間吧 OK just leave it where it was as the holy scripture might be protecting you from whatever was attempting to enter yeah 可以 Alright 好 我覺得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有點長齁 但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那今年現在是在ghost month的時候 大家出入小心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說回來 他才會和你當時 有一段時間 在內容 一段時間 你看到這裡 是